林海峰 隨便說 發花店 我是卓韻芝 林海峰真是一個很煩很煩的男人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一樣 什麼時候又不心情差 又什麼時候心情差 不知道他有時同意一些東西 有時反過來就不同意了 很快 有時問他的東西他不知道 突然第二天他好像已經知道 早就知道 還會問 為何你又再跟我說 這樣啊 但我也很喜歡他的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Just you Just me We'll tie a lover's knot Just say you love me Just you Just me 林海峰 We'll tie a lover's knot 卓韻芝 男相 女下 J&G 令你生活更完美 林海峰 隨便說 發花店 今晚男子組隨便說 有卓韻芝的阿芝你好 很久沒見 謝謝邀請我上來這裡 我跟阿芝 今晚這個節目之前 其實我跟她討論過 應該說什麼題目 我跟她說說 可不可以說說服侍 我意思是兩個人之間 誰是服侍 誰是主人 誰是服侍 誰是服侍 後來阿芝跟我說 行了你不用想太多了 我幫你搞了 我聽到的時候 整個人都鬆了 這些是人生最大享受 最高的享受 就是有人幫你蓋屁 轉身 抹身 按摩 幫你做你想做的事 挺好 再加上 跟阿芝做節目 無論是聽覺上 視覺上 還有幻覺上 很多享受 我充滿了幻想 到最後 誰知道我有一天 突然想起 我上過你家一次 是 那次就不要提醒什麼事 那次我親眼目擊阿芝的家 嘩 暖到七彩 其實公司裡面 一張桌子暖 每個人都暖 除了我比較整齊 我不是很正常的人 我只知道 原來阿芝的家裡 鬼死亂 我想想一個這麼暖的家裡的女生 怎麼會期望她可以服侍我 所以想想的時候 發覺原來我的幻想也是多餘的 我幻想就是有人可以服侍我 所以想著叫阿芝來服侍我 誰知道阿芝服侍我 我想都是自己服侍自己 你那種服侍是 什麼 是幫你撿屋的那種服侍嗎 不是 我口中那種服侍 總之 你只要給我一個小小的位置 我應該會服侍你 是嗎 那房子亂就有缺亂 你是一個聰明服侍人 還是被人服侍的人多 我是很喜歡服侍人 但是不聰明 是嗎 這樣就死了 很喜歡服侍人 阿芝放心 我搞定 但是不聰明 我喜歡服侍人 那就撞鬼了 那我沒意思 那我打算今晚可以繞上雙腳 不要繞上雙腳 繞上雙腳很悶的 不繞上雙腳就躺在那裡 然後有阿芝服侍我 但是 原來不是 阿芝是否打算服侍我 努力做 我會做得最好 即是你會自我增值去 盡量去滿足我 增值了 其實你是屬於主人性格 還是仆人性格 我想我是主人 是嗎 做女生不是那麼好 是嗎 我也想說 但是你又要做仆人服侍主人的心態 又要 那你不會很矛盾 所以什麼都我都說了 我突然要做主人 我要做主人 突然要服侍你 你不准動 我是要服侍你 那今晚怎樣 今晚你來服侍我 今天我盡量努力 我會和你做一點心理測驗 是嗎 對 從心理測驗之中了解大家 好 然後我就會和你講一些笑話 就是這樣 嘩 讓你盡量放鬆 這麼好服侍 會按一下你的骨 看看你哪個骨頭 你真的講一按骨頭 我真的要講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 都選擇盡量去用金錢 去滿足一件事 就是服侍 就是有人服侍自己 最舒服 皇帝 做皇帝 例如按摩 或者你有沒有去護膚 你有沒有護膚 我沒有 做一下面膜 都有 我想現在多了很多 就是街頭那些 攤位仔 就是修夾 修夾 修夾 採夾水晶夾 對 弄到腳趾夾 一顆水晶 我怕有時候吞了 真是死 現在多了很多這些 其實我覺得 現在每個都是 肉體上 很需要人家服侍 其實 多數人是很喜歡人摸 是嗎 很喜歡人摸自己 不論是摸你的臉 還是摸手腳腳 做Facial 不是為了真的令皮膚漂亮 至少我是 而有人很溫柔 摸你的臉 很快就睡覺 那就是 還有安全感 就算是男朋友 也不會那麼溫柔摸你的臉 那就是臉 摸你多餘 只有臉 這樣拍下來 很少 男朋友很少摸女朋友 我覺得大家應該真正學習 如何運用自己的十隻手指 去服侍別人 去摸一下大家 去令大家可以交換溫柔 其實摸一定會有摸 但你說到摸臉 我覺得真的很少 最多男生就是 最初的時候摸你的臉豬仔 摸你的臉豬仔 壞豬仔 因為男生認為 我用十隻手指 就是要服侍你 每次都很進攻型 其實不需要 只要在臉上輕輕擦過 其實是贏你 進攻很多東西 或者用很多力量 令我開心 即是不需要大力 不用那麼大力 不用那麼急 那臉是否你其中一個 最需要服侍的地方 我全身都要 我全身都要 原來是這樣 這樣就很忙 所以我又做Facial 又乏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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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肉體上的服侍 即是肉體上的享受 即是哪種帶給你最大樂趣 我不排除你另外一些部位 你更加需要一些服務 我不知道 即是如果人家摸到哪裏 即是你最需要的 我耳朵 我耳朵嗎 你是耳朵嗎 但你很常常戴著耳機 耳朵 一點點 是嗎 我現在試試 你脫下 不行啊 我知道你先脫下 我... 我... 又真的啊 我原來 從來沒有發覺 原來我同時蔡韻之的耳朵 是個敏感的地方 好啦 我已經服侍了他 那現在呢 男人變態 很大力的 我準備好 就是坐在這裡準備一支 你來服侍我 嗯... 皇帝來了 林海鋒真人表演 接下來又這位嘉賓 嗯... 我在上一張唱片 跟他合作過的 那... 除了在唱片之外 另外就在我跟他 一齊客串的一張賀碎片 也合作過 我記得有一次 嗯... 拍攝通宵的時候 我們這些當然是等到位多了 那在大澳就吹風 吹吹一下突然之間 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嘩...我脫頭髮了 那... 我那時候不懂得怎麼反應 我說 沒事啦 那麼年輕很快就生了 那時候他應該在拍拖 有時候在煮電話燥 後來就只煮沒有米粥 那... 接著就... 去到最近的戚者招待會 那我見到他 整個人不同了 很開心 笑著口 看著他之後 我以為有什麼事 我想跟他說 我過夜就不行的 OK... 其他沒問題 我這些... 沒有心有力 那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跟我說 喂...你拉褲子是不是找我 那我說是呀...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是誰 而且見到他又... 今年這麼好成績 都應該讓他很開心 OK... 麻煩給我一個信封 2002年度 戚冊樂壇我最喜愛的歌曲 熱門之一 哪首啊 好心分手 盧巧音 好心分手 作曲監製雷仲德 填詞 黃偉文 編曲 雷仲德 踢路 主唱 盧巧音 我先喝一口水 很乾 不好意思 不要緊啊 完全 做什麼啊 紙巾 哦...OK 我今晚在那裡紋的 這麼難得請到Candy來 當然當然要唱他那首... 近期... 唱到佳子學名的垃圾 對吧 那麼多版本唱誰呢 你...你駕駛 我駕駛 OK 好啊 就這個版本 林海鋒 真人表演 每個電台的那些神祖節目主持 都一早回去拿著報紙照讀 是嗎 看看哪個讀得好聽一點 這單真的有趣 這單真的有趣 過來聽一下 過來聽一下 不過來也要聽一下 歷史凌晨 暫時去 龍門南市闖進這個車廂裏面 把漢奸反鎖在貨櫃箱裏面 改建的辦公室 各位朋友過來聽一下 為何小姐你不過來聽一下 小姐小姐聽一下 林海鋒 策略知 全港獨家 男上女下 林海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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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除了肉體上的需要別人服侍之外 我覺得其他都是很多的 例如舉例 例如理財 人家幫你搞 電腦是最大的一個兇手 就是所有東西幫你搞 你走下去就搞定 所有東西都是 但是現在最好有人幫我們搞 我發覺人家越來越懶 你是男生的想法 所以你底下就會想理財和電腦 但女生最需要是一個 Mr. Fix It 就是家裡水喉突然間 塞了 掉了戒之內的水渠道 不知道為何我的牆 開始起粉 如果有個男生 就算換燈蛋 那麼簡單 如果男生可以幫到自己的話 是加很多分的 雖然很多男生覺得 我來幫你做這些事 你找個水喉佬都幫你做到 但是不同的 真的很不一樣 我以為看電影才會有 我記得有一場戲 余文樂 幫忙換燈蛋 然後不知道哪個女主角 就很喜歡余文樂 是呀 會的 在港產片那裡 試過爬上去換燈蛋 我突然下來 即是你站了一會 我抱著你的腳 看得很好 那你真的對渠王充滿幻想 真的通渠王 是呀 就像電視廣告那樣 是有這件事的 是有這件事 因為不是說 要你幫我做很多家裡的零食 而是當剛剛相反說 那一個女生 她這些事是做不到 因為自己搞不來的時候 她覺得自己很慘 那你平時在廣播出入的時候 有沒有見到 修理電視那個男生 都是站在那裡 淡手燃點 掃揚出來 襯衫開了 去拿上手來電話 反眼皮的那些 即是修理電視那個 你有沒有對他有幻想 他不同 因為他是我給錢他幫我做的 即是如果有一個身邊的人 就不用收錢 是的 但幫你弄到一些東西 即是你是無法解決的 譬如你搬空機 幫你拍一拍 行了 即是那些你就會很喜歡 我記得你在節目跟我說過 你是對這些 所有修理部的工作人員 即是IT部那些 是最得的 嗯 曾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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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其實都很喜歡別人服侍 尤其是某些服位 你喜歡別人服侍 你有什麼呢 我不介意在這裡說 即是這麼多種部位當中 自己的身體部位當中 在肉體上的服侍 其實是說頭和臉 其實跟你有點相似 我去捏腳的時候 發現有個師傅幫我捏頭 捏得很舒服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他之前幫我做 覺得阿摩整天的手有些味道 其實他幫我捏頭也是那個手 其實我不介意 你幫我捏頭嗎 你敢不敢 好 你幫我弄一弄 我先說一下捏頭 張文莉要聽聽 你知道嗎 你們這些用得厚多 或者用得腦多 其實全香港人都是用得厚多 用得腦多 有誰不是 其實最需要捏頭 我覺得不是捏腳 哇 那些頭的筋 在耳朵的筋 或者是你的臉 你有沒有發現你的臉 譬如你用手指摸著你自己的臉骨 乎起角的骨位 你順著它捏 哇 舒服得 就算是牙 你牙 你用那牙牙 你用那牙牙 用手指插著它 整個人很精神 我是很喜歡被人捏頭 唯一一個 最令到我很難堪的就是洗頭的時候 即是你去剪頭 這個你很難遇到一個說 哇 她的手真的知道你在想什麼 大部分都可能會出現的情形 就是她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然後你會很生氣 即是說阿芝舉例 譬如我幫你捏 即是洗頭 但當我捏到這位置 你都覺得阿芝是不適合的位置 我心想我不要 不適合這個位置 不是這個位置 要是前幾次不要再弄了 我用力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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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這樣捏捏會令你覺得很舒服 但你就在那裡 不是啦 我付錯你而退自己的頭 有些是就 不好意思跟她說 不如你的手指摸我的雲睛 和後腦的神經跪在那裡 我會舒服一點 但你又不好意思說 因為有時候 在這麼親密的情況下 突然跟她說 不如你的手放進去 其實是最好的 應該用語言 去帶領她進入你自己想要的步驟 是否這樣就知道 沒錯 我除了自己遷就她之外 我總是覺得她們 遷就到 遷就她們就放手了 哦 這些很生氣 是呀 她只是吊著你 吊到你 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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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 浪 很生氣 真的 所以我寧願不要 是嗎 你不用跟我捏頭 因為你實在是太不專業 那有沒有試過遇到一個 例如洗頭 舉例說洗頭 有個洗頭師傅 十隻手指 哇 真的一放在你的頭上 然後就捏下去 你就真的 哇 那位置那麼準 為甚麼 人生唯一一次是女生 反而 女生 女生 女生和我洗頭 都有的 有的 由命中率 直至力度 直至她有一下 很變態 她真的 把手指屈起 然後用食指 這個位置這樣 很舒服 對 很舒服 不好意思表演 我通常去洗頭 都是男生幫我洗 有時也有女生 但我記得試過有個女生幫我洗頭的時候 她不知為何她的手指在我耳朵旁邊 都是人生Hung Hung Hung 但是是Hung Hung Hung 還是Hung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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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戒一戒 開玩笑 我有一刻覺得很不好意思 其實在過程中 有一些位置 又不是應該被人碰到 有些位置很需要 令人摸得很準 但有些位是 你不要搞 This 這裏根本不用搞 很尷尬 如果開心 可以繼續搞 應該是放盡 把洗頭人幫你 任猜任念 林海峰 士大喊 佛花店 阿芝也說明 不是一個服侍別人聰明 但很喜歡服侍別人的人 那就爆火了 張勤寶絕 張勤寶絕 OK 這個時候我準備了整個身體 阿芝準備服侍我 看看她如何服侍我 其中一招服侍人的前戲 你覺得蠻好的是說一些無聊的笑話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通常都很累 如果你之前弄太多事 已經累到之後沒有力氣 要留力 所以只要動口就算了 很少聽到有人說 事前要先聊些笑話 聊些笑話 然後大家互動一番 笑話是好笑又好笑 不好笑都好笑 那我就預知了 待會是不好笑都好笑的 那我今天就說幾個笑話給你聽 林海峰 我聽的 你們不要聽 我聽著了 這個笑話就叫做米粉與公仔麵 有一天米粉就碰到公仔麵 米粉直不甩的 她就跟公仔麵說 我最討厭就是你 你天生亂頭髮的人 因為我一輩子就最羨慕 可以亂頭髮的了 你不好讓我再看到你 於是公仔麵就走開了 過幾天之後 米粉遇到意大利粉 意大利粉是直不甩的 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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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粉與意大利粉說嗎 意大利粉是否直不甩的 是呀 那就直不甩撞到直不甩 這麼悶呀 米粉就說了 米粉就說了 你很熱 你好耶 你以為你墊一副利子我就不認得你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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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是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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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可以的 好了 另一個笑話了 我們去入少少 那就是關於人生的大事結婚 那這個故事就叫做精婚啟事 有一個女人很有錢 你當她是Saxan City的Samantha 她做了一個徵婚啟示 希望可以找一個男人給自己 有三大條件 第一是不可以打女人 第二是不可以離開 第三是很厲害 結果有一天她終於在家門中響 有一個人來了 誰知這個人坐在那裡 原來手腳也不能動 於是Samantha問她 你為甚麼來 她說你不打女人 我的手就不動 所以我就不會打女人 我的腳也不動 所以我也不會離開 於是Samantha就說 但第三樣東西你又如何符合呢 男人就看著她 你認為我剛才是怎樣按門鐘的呢 外國人的門鐘 還要有一個手抽 拿出來敲門 她不是按的 你要知道 她可以捲 抽起 再敲 而敲不到自己 你知道要不然會夾到手 對嗎 難度非常高 兼斜 她也有差不多技術 好了 另外 喂 還想不想聽 我說一個給你聽 好 有一個農場 哇 農場 有一個農夫 還有一個農夫 OK 那農夫呢 我已經覺得很好笑 農夫呢 就跟農夫說 喂 你看 那些牛 都已經脹了 反正是拿牛奶了 是 他做的手勢就是拿牛奶 你知不知道是怎樣 拿牛奶 那些牛奶 就可以上我們forum 對 我看意見那裡 你的版主 對 我看意見那裡 那我再說下 我就回覆給你 就是留在晴朗那裡 對 當然 好了 接著是第三個話 我第三個笑話 就是叫做 咦 什麼 自己自己也不懂 第三個笑話 就是叫做性教育 性教育 今天一天 小明就回家 她的婆婆就問她 小明小明 今天學學了什麼 小明就說 性教育 然後婆婆就很害怕 為何要學學這些東西 小明就說 時代已經變了 你不可以再用一個 那麼歪理的心態去看這些東西 對 很應該 如果歪理的就是鼓叔 就是按保守的心態 對 於是 婆婆就說 那我先去煮飯 過了兩個小時 飯終於煮好 她就要叫小明吃飯 上對 就看到小明 當時就在這裡摸自己 對 於是婆婆就說 你快點 聚賣公婆 就下來吃飯 好 我先去煮飯 感谢观看